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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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相爷放心 落实以后绝不会如此势策 落实已经依从相爷的吩咐 趁公使几个帮派归顺我们大联盟 同一江湖已经是指日可待 到时候整个武林就可以归相爷差遣 有些事情不是说它有编达之宗盛 主要是指日可待的儿子 准硬不准计真 dispos casino 我回来了 时间刚刚好 雪姨 你做的菜真是一流 吃一辈子也愿意 真的 那你要吃一辈子啊 那当然 雪姨 别陪她疯了 再这样 再好吃的菜我也吃不下 你别以为在这个世上 除了你之外 个个都是废物 看别人做什么都不顺眼 现在吃龙肉也没味道了 我告诉你 我看你是残障人士 才懒得跟你计较 少说两句吧 是他不对 你骂我 他每句都带刺 我没必要说讨好的话 都你开心 大家都是师兄弟 何必总成这样 就是啊 大家以后还要鼎力合作 应该好好沟通才行 沟通 我怎么跟他们沟通啊 一个是没血性 一个是烂泥 你骂冷血好了 你干吗骂我 哼 你们饭前也要切磋无意啊 都很勤快啊 你们知不知道玄仪 花了多少心思 才做好这顿饭 你们就这么糟糕了 算了 铁手 快帮忙收拾 这顿饭我不会再做了 我看不下去了 哎哟 你怎么搞的 你又去赌钱了 你答应儿子什么了 生意淡薄 不如赌博吗 要是我们的儿子 能够早点升官发财 我们就能享福了 你好好地做买卖 就不会弄得没生意 要去赌了 就是啊 现在啊 欠人家那么多的银子 上哪儿去弄钱还呢 不能让儿子知道 当然是你们帮我解决了 未来的 烟大头来了 大叔啊 我要两个馒头 两个 你们是不是在想 我在想的是啊 大叔啊 你知不知道 沈普斯在哪里啊 小姑娘 小姑娘 你要找沈普斯啊 我知道在哪儿 我带你去 不过 我爹在那边 我要找他一起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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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找他 站住 你躲起来就行了 钱钱不用还的 我真的没有钱吗 通融一下 你说什么 没钱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这位大婶啊 小姑娘 他欠我们的钱 他欠我们的钱几年都不还 我们很惨的 我们很惨的 是啊 你以为我们想做坏人啊 我家里有老婆孩子在等着我们开饭呢 可不是 我真的没钱吗 大不了 你要了我这天老命吧 大婶欠你们多少钱呢 不算力气都要十两银子 如果我们今天收不到这笔钱 我们知道怎么办呢 十两银子 我可没有 那 你拿着 以后不要再逼大婶了 算你走运 那我们就不逼你了 小姑娘 你的心真好 不必客气 小姑娘 你要找神捕司啊 从这儿一直走 左转 再右转 再一直上山就到了 谢谢你啊 我走了 游东 你这丫头在这儿 爹不知道多担心你会迷路啊 爹啊 我问到神捕司在哪里了 我们走吧 你的包袱 爹 我的玉坠子不见了 你怎么这么大意 让人偷了都不知道啊 难道 岂用此理骗我 有这么傻的笨蛋 不知道是我们走运 还是他倒霉呢 虽然这块玉啊 不是很通透 不过 过足手引 我们连人家的玉也掏了 那个姑娘岂不是很惨 你们三个骗子 接着会更惨 游东 急着敢去哪里玩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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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们三个骗子是一伙的 居然演场戏来骗我的钱 还偷了我娘临死前留给我的玉 我今天一定要报官 小姑娘 我给你闹着玩的 我把我一还给你 是啊 闹着玩的 那银子还给你 没事了 都说京城的这太复杂了 为了不让你们三个再骗人 我今天一定要报官 哎 小姑娘 听说你要去报官啊 我就是捕快 有什么跟我说 我可以帮助你的 那正好 那 捉拿这三个人 刚才骗我的钱还偷我的东西 行了 你交给我来办吧 你们可以走了 走吧 走吧 慢着 慢着 你说你是捕快 没有纯官服 教我们怎么相信你 我一时大意 其实呢 我就是神捕斯的捕快 新的锅拉 可以交给我处理了吧 你是神捕斯的人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是啊 他是神捕斯的捕快呀 是啊 儿子是 哦 我明白了 原来你们是同谋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冒认识神捕斯的人 我 我真的是 真的是什么呀 有资格当神捕斯的捕快 一定是铁胆忠义 正直不恶的男子汉 像我大哥那样 你大哥 是谁呀 听好了 他就是铁游下 铁手 哦 铁大叔 请用茶 谢谢 谢谢 尤冬 谢谢雪姨 爹 尤冬 你们怎么来了 爹了 他说担心你在这里 被人欺负 所以我们就搬来照顾你了 哎 话说反了 这傻丫头 说想来京城见识一下 我一答应他 他开心得 连房子都想拆了 我也很惦记你们 不过打算安诺好之后 再接你们来嘛 哦 铁手很孝顺的 他经常提起你 和家乡的事 哦 我这个儿子 的确很孝顺的 不过就是太老实了 诸葛先生要多多提点他 关照他 好 好说好说 对了 大哥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爹说得对啊 京城的人啊 真是品流复杂 我要一到这里啊 就被这个坏蛋给骗了 你呀 现在已经是神不思的人 还跑去骗人 连我妹妹都骗 我不知道她是你妹妹 大家只是一场误会 对不对 其实我两个爹跟娘 他们根本就不是 总是一家人 就算了 既然是误会 而且又是自家人 看了我的面子 算了吧 看在诸葛神侯的份上 我们也不会跟蜀辈 斤斤计较的 是不是 爹 那这好了 爹 时候不早了 我先替你们找家客栈 明天再找地方落脚 你们要找地方住吗 我帮你们就行了 你又想占我们便宜啊 我怎么会占你们便宜 我赔罪还来不及呢 再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 我们是一家人 对不对 我帮你们找呢 保证你们满意 我跟你说 你再耍花样呢 同门也不给面子 爹 我还有两位师兄弟 介绍给你们认识 你不是连那个野兽 也介绍给他们认识吧 很危险的 什么呀 怎么会呢 刚才遇到你都没事 对不对 对了 大师兄呢 无情去看大夫 可能是他近日风尘仆仆 他的喘民又发作了 卢医师 少主没什么大碍吧 脉相扶紧 无情 最近你可有呼吸急促 猴中喘民 更有凶闷憋气 如智之感 偶尔 你是伤寒表证不解 加上周居劳顿 费精受寒 会有气喘的争相 是不是还要继续服用小青龙汤 我会在药房中加上桂枝 和加重麻黄的分量 你只要按照指示服药 就可以舒缓你的病况了 不过最重要还是多休息 明白 有劳龙医师 你们留下来取药 是 少主 是你 你是上次在陈桥镇 给韩老爷治病的三姑娘 直言 你们认识吗 虽然不算认识 但是无情公子 对直言却有救命之恩 我没救过你 只是三姑娘本事大 能够自残然后自救的 三姑娘 怎么这么巧在这里出现了 直言敬仰龙医师 医术高明 所以来此拜师学艺 直言是我新收的徒弟 协助我听诊配药 多年来想拜龙医师门下的人 多不胜数 但是都被你拒绝 为何如今又会收这位三姑娘 好 直言是一个难得的有心人 年纪轻轻一个姑娘 四处研习各门医术 而且对医术也很有研究和见谛 所以我破理收他为徒 师父太夸奖指言了 指言以心在医道上寻求突破进步 只是想多帮一些病人 别无他求 我就是欣赏你这个无私之心 有无私的心 也要有一个有用的脑子 否则的话 这会误己误人 三姑娘 既然你一心学医 是不是应该学学 如何接纳他人意见呢 三姑娘 你这么看着我 未免有点 你的脸色不止绘质带轻 舌苔发白 而且行寒之冷 莫非你寒些饭肺 患有喘民之症 三姑娘 你居然只是看看 便知道我家少主的病 我在无亲公子 说指言误人误己的时候 看到他舌苔发白 所以开始推断 一句误人误己 就可以看出这么多事 我果然没看错人 指言班们弄斧 各位见笑了 究竟什么事 大用赏服 快找人给他们疗伤 是 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蓝帮主 你一定要为我们青花帮报仇啊 你们快起来 有话慢慢说 青花帮发生了什么事 昨晚林落石派人偷袭我们帮会 令小谷带了大批人马闯进来 趁我们不畏 见人就杀 连妇孺也不放过 连少帮主他 也被他们杀死了 没错 之前我们的确是有几位兄弟 为了替帮主报仇 去袭击林落石的女儿 只不过少帮主知道之后 就把他们逐出青花帮了 实在太过分了 就算你们青花帮和大联盟有私怨 他们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狠 很明显证明 林落石致不再报复 你们之前偷袭他女儿 帮主 大事不妙 欧盟 燕盟和其他几个小帮会 刚才宣布和大联盟结盟了 岂有此理 林落石用一招杀鸡警侯 去剿灭你们青花帮 下的其他帮会归顺大联盟 林落石太过分了 爹 我们马上带齐人马 打得他落花流水 我拦破天和杜老二 是八败之交 我绝对不让你们青花帮 上下兄弟枉死 我们杀上大联盟 声讨林落石 是 蓝帮主 你带这么多弟子来 是不是想加入我们大联盟 林落石 你少说废话 今天我要替青花帮讨回公子 就凭你们蓝天帮 知不知道跟我们大联盟作对 会有什么结果 林小谷 你这个卑鄙小人 写洗青花帮 罔顾江湖道义 今天我们要替天行道 错 罔顾江湖道义的是青花帮 青花帮派人暗杀小女 实在死有余辜 你们蓝天帮 又何苦为他人强出头 偏要跟我们大联盟过不去 青花帮已经给你们交代 你连父儒也不放过 这算什么江湖道义啊 蓝帮主 你和我都身为人妇 要是这次遇袭的是蓝姑娘 相信你的做法也会跟我一样 你别打我爹跟你比 我爹没你这么卑鄙 是吗 那就让我试试是不是真的 蓝帮主 你这何苦呢 我是卑鄙才这么做 你不必假惺惺 叶曦青花帮根本是精心部署 目的是要七大帮外归属于你 爹别跟他说这么多 就让大联盟尝个被人剿灭的滋味 好 既然蓝帮主执意这么做 落实之后奉陪 今天我替杜拉大和青花帮兄弟 讨回公道 杀 杀 蓝破天带的弟子诅下大联盟 相信跟昨晚青花帮被绞杀的是有关 杀 住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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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再不住手 全给我回神部司 又是你 你们别爱手爱脚行不行啊 不错 我们江湖上的恩怨 不用你们神部司的杀手 国有国法 只要涉及百姓人命安危 神部司就得管 我说你是故意针对我们 如果蓝帮主还要出手的话 晚辈只好秉公办理 凌盟主 不知你意下如何 既然能够平息一场无谓的大斗 落实当然愿意合作 凌落实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们蓝天帮不会就此把手 总有一天我要你血债血偿 为青花帮套回公道 我们走 走 青花帮的帮主杜葳被杀 而青花帮却被剿灭 你们想想谁利益最大 一定是凌落实 他不止吞并了青花帮 很多帮会还因为这次的事 归顺了大联盟 凌落实想称霸江湖的野心 招人若揭 只是一直没这个能耐 既然他没有这个能耐 可是又做了那么多事 很明显他背后有人撑腰 你也想到 我今天收到探子的飞鸽传书 说昨晚蔡金曾经夜会凌落实 雪衣 你说的是忠说侍郎蔡金蔡相也 就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 跟凌落实见面啊 难道蔡金就是 凌落实的后台 蔡金已经全清朝野 要是再控制江湖势力的话 那么江湖从此多事 你给我命人继续留意蔡金的一举一动 神补司能够在这个时候重开 真是开得及时 还不知是或是福啊 以他们目前的武功和配合程度 合作默契是需要时间培养的 功夫不好可以勤学苦练 我会好好督促他们的 好 功夫根底最弱的是你 你跟我来 我加入神补司之后 每天都跟师叔和你练功 我轻功那么好 我还要练啊 难道每次你浴室便逃之夭夭啊 你叫追命 不是叫逃命 辛苦你了 回来呢 给你吃顿好的 来 你就好好地用心练吧 就只会摆个样子 看见你就头疼 又不是我想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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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喂 有没有看到我大哥 嗯 应该在里边 花拳秀腿 跟我大哥比啊 这是天壤之别 去 这些又不是我想练的 何况你又没有见识过我们 催家秘技 你就会耍嘴皮子 你们催家秘技有多厉害啊 去哪儿了 你怎么做到的 教我啊 这玩意儿啊 你大哥就不会了 教我嘛 你不生我的气了吗 哎呀 我大人有大量嘛 你跟我大哥一样都是神捕司的捕快 我大哥呢 是一等的好人 可是你呢 打个六折吧 也算是个人了 你算盘这么打的 我大方得体啊 赶快教我嘛 我们催家秘技呢 并不是不能教你 只不过呢 不过怎么样啊 要你是催家的人 嗯 干什么 大哥 妹妹过来 嗯 你干嘛 我跟你妹妹聊聊天嘛 我警告你啊 你再骚扰我妹妹呢 她少跟寒毛唯你是问 你不必这么认真吧 妹妹 这个人生人物尽 她说什么都别信的 喂喂喂 毕竟大家是师兄弟 何必说这种话啊 练你的功吧 拿着鸡毛当定剑 嗯 尤东啊 大哥再跟你说一次啊 那个追命 生人物尽啊 有多生人物尽啊 他这个人是比较滑头 不过 我觉得没什么 他跟他的爹娘 骗过你 这么快就忘了 还有啊 那个冷血 还是少惹为妙 诸葛先生说他们做门生 也不会是坏人吧 就是啊 跟大哥一样 怎么会是坏人呢 其实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是师兄 他们两个进神捕寺办事呢 原因何在 总之啊 诸葛先生是好人 又是大哥崇拜的神捕 他收的捕快 就一定是好人了 干嘛要防着人家 你这么单纯不行啊 京城这里啊 人很复杂 很容易被骗哪 这句话怎么这么熟 在哪儿听过呢 儿子 你妹妹说得有道理 你不用这么担心的 不行啊 爹 你有时间打造一把匕首 给他防身 有动啊 你大哥说的话 也有他的道理啊 有动他明白了 快点吃吧 年轻小伙子 比我还啰嗦 来 吃吧吃吧 真是没天理 说要采什么奇石 就把我们的房子都拆了 还抢走公公 留给你的传家之宝 应奉局的狗官 我呸 以为皇上采石为名 其实是乘机打家结社 中饱私囊 跟山贼有什么分别 你别是说得这么大声啊 让别人听到不得了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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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大的巨石啊 这么大的巨石 老远运来京城 真要花费不少人力物力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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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开 大哥小心 有没有听过天石村 世书是不是说玉罗山上的天石村 那里风光如画 但是由于地势险峻 所以人即罕至 而村里的人 也都自给自足 不出门都能知天下事 不愧是无情 最近皇上爱上搜集民间的奇花异石 所以特地设立了应奉局 你们应该有所闻 有啊有啊 好像还有什么花石缸 没错 在民间找到奇石的时候 就用黄纸封筑 用船运送 每十条船 便为一缸 从江南来到我们开封 沿淮 便 一路而上 络绎不绝 为之花石缸 应奉局的人 一看到所谓奇花异石 不管那么多都搬走 还趁机抢走贵重东西 弄得民不聊生 很多百姓都苦不堪言 应奉局 只是蔡经为了讨好皇上 而出的主意 局里面的人 以征石为名 虽管明知明高为时 但是花石缸 跟天石村有何关系 三个月之前 应奉局的都运使 到了天石村 马上征召壮丁 进入石林彩石 谁知道一进去之后 全都失踪 应奉局先后再派了 两名渡运使进村采石 个个都音讯全无 是不是天石村的人干的 他们忍受不了 应奉局的欺压 所以杀了他们 天石村已经没有南丁 剩下来的只是一些老弱妇 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 依我看那帮狗官 做了那么多坏事 肯定得罪了不少仇家 不知道是哪个仇家所为 你们都说得有道理 但是办案一定要有真凭实据 不能够凭空推测 我打算派你们四个 到天石村去查明真相 师叔 要我跟一些不入流的人 一起办事 只会误了大事 这就要看你大师兄的本领了 三个师弟有你提点 一定合作无间 以你的聪明才智 没什么可以难倒你的 查到什么 失踪的三位都运使之中 有两个身家清本 没什么可疑 还有一个叫桂康生 他好度成信 收得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 还欠了很多债 他很有可能会学之前的幕僚那样 假装失踪趁机跑 又或者被人寻仇 但照这么看来 跟天石村的事毫无关系 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的事 未必是等于真相 办事最大计 是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 偏偏一些最不起眼的 才是整件事的关键 你是不是想说我推敲错了 我认为我的推敲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不过查案最重要的 不是不要抹杀 任何的可能性吗 对牛谈情 对了 你在应奉局查到什么 应奉局 有一位叫司马家的随从幕僚 前后追随过三位失踪的 都遇使进入实力 只有他 能够安然无恙地出来 每个人都失踪了 偏偏他就没事 莫非 不过我记得有人说过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真的 未必是真相 不错 可以从这个人着手调查 八才里边请 欢迎再来 这个御班子从哪儿得来的 关你什么事 你可不要打我主意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蓝天帮的人 你是不是见过贵康生 他在哪儿 谁是贵康生啊 我不认识他 我们是神捕司的人 到底什么事 我我我我我 这个御班子跟贵康生的遗双 带得一模一样 他的遗双说这班子有一对 如果我没记错 上面刻着贵子 不认识他 该死的铁手 我告诉你啊 快放了我的兄弟大勇 他这个人傻乎乎的 怎么会跟应奉局的人有过节 蓝姑娘 神捕司不会随便抓人 只要大勇说得出御班子的来历 自然会放他 我们请你来 是希望你提供线索 你冤枉我兄弟 还要我帮你 我说你百明欺负不了我 就拿我手下出气 就是啊 百明了是针对我家大小姐 蓝姑娘 现在是办案 不是闹着玩 大勇说御班子 在路边一个摊子买的 可又说不出是哪个摊子 所以他的嫌疑最大 蓝姑娘 我们神捕司 凡事都讲求证据 要让你手下清白 很快就会离开这里 指望这个大铁牛 大勇要在这儿过一辈子 总之 你们快去查出真相 要不然 我就写洗神捕司 大小姐 写洗神捕司 会不会太狠了呀 到底是官府的地方啊 写洗就写洗啊 我拿狗血来洗 我们走 没想到铁手 居然会招惹这个小辣椒 这下可有得烦了 这个小辣椒 只想跟铁手哥哥玩的 看来你们四个 要尽快出发 到天石村去查出真相 否则的话 飘雪你就麻烦了 狗血很难洗的 我去准备一下 明天一早出发 嗯 无情不能去 诸葛先生 天石村位处阴寒之地 醉意诱发喘鸣 目前无情的病情尚未稳定 贸然上路的话 会使他的病情恶化 我没事 吃了龙医师的药 我这几天都没法做 师叔 不用理他 不可以 身为你的医师 我不能让我的病人冒这个险 我自己的病自己最清楚 我一定要去天石村 证明给人家看我的想法没错 那好吧 我跟你一起去 笑话 你是我的病人 我就有责任照顾你 别说我没提醒你 要是你病发的话 就没办法继续查案呢 既然三姑娘这么有心 就多个照应吧 辣椒年年有 今天特别多 上天 说一下 你都没办法 有点 不不自然 有点 有点 我就是 前面就是玉罗山 按照目前的矫程 再过两天就会到天使村 怎么样 断气了没有 你是大夫 可不是武夫 这么赶路法 人家没喘气 你先喘得断了气 出发 大师兄 太阳这么大 不如歇会儿吧 我们在赶路不是来郊游 跟不上的 大可以走 放心吧 我没事 这就是人如其名了 三姑娘 我这个人有情有义 待会儿呢 我用轻功背你上山顶 我们上去歇够了 那个瘸子还没上来呢 走啊 大师兄 没事吧 来 你挂上吧 这是我新颜质的药包 可以抑制你的喘民 你心底下会舒服一点的 三姑娘果然有仙剑之名 幸好有你一起上路 我只是尽自己的本分 不过有时候有些人不理情 我也没办法 不过有人自知理费 终于不再强辩了 走吧 各位 你们来找冯大人 真是不巧了 大人刚刚进了村准备去采石 恐怕没那么快回来 从这里到天石村需要多久 大半天左右 他们应该走得不远 我们现在出发 应该赶得上 那我们出发 好啊 那姐追命 你们两个留下 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 怕我们妨碍你查案吧 只有你才会查案嘛 不过留在这里也好 反正赶了一整天路了 我们可以沐浴休息了 桑姑娘 你也留下 我有责任 留在我病人的身边 照顾她的 大家听着 现在朝廷要征召 这个村子的南丁 上山帮忙采石 一共皇上观赏之用 你们放心 朝廷会卓亮给你们工钱 让你们一家老小 可以维持生计 真没有天理 我们大虾和小虾 两个月前去采石 便一去不回 现在家里 只剩下老爷一个老人家 他又多病痛 这样的粗活 他怎么干得了 大人 求你格外开恩 别叫老人家上山采石了 是啊 是啊 不行 这村本来就南丁单薄 不过人采石 要是个个都求行 本官能开恩多少次 所有南丁立刻给我上山采石 不得有误 大人 我们之前采石 所以发生那么多意外 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 石林里的女娃娘娘 所以她才会大开杀戒 我们不能再去采石 得罪女娃娘娘了 王大人 这个传说我也听过 俗话说得好 您得罪小人 莫得罪鬼神 混账 什么女娃杀人 简直一派胡言 你们这群痴人的狗官 你们是不是想害死我们才满意呀 是不是呀 你敢辱骂本官 来人 给我打 打 打 打人 打 血呀血呀 住手 我的头好疼啊 大胆 你们是什么人 在下神捕司铁手 冯大人 希望你能够体谅一下 老弱妇孺 对他们格外开恩 我管是铁手还是通手 本官是奉应奉司之命行事 你们少管行事 冯大人 如果你不能让他们 对你心悦成福 他们又怎么会 尽全力为你做事 要我对他们开恩 那谁对我开恩 本官没办法采石回去 铁捕快是不是 带我向皇上交代 没错 皇命难违 为了皇上 他们帮忙采石 是天经地义的事 什么女娲杀人 简直无中生友 一派无影 大师兄 我们就跟着去见识一下 各位乡民 皇命难违 你们不想杀头的 就立刻出发吧 快点 一个个像没吃饭似的 这笔石头 出武之嫌 要运滴京师 庆贺中秋 怎么来得及 叫他们快点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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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没有 光此 快点 司马兄 这里附近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看 当然有了 不如就由司马江带路好了 有劳司马大人 有劳 果然景色优雅 对了 司马兄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应奉局 先前失踪那几位 都运使大人 认识 我先前 还当过三位大人的副手 对了 司马大人 你有没有跟过他们 进石林采石 这里没其他人 有什么事不妨直说 其实这件事 说起来很邪门 因为这个村子 一直都信奉 女娃石 是由女娃娘娘看守 所以这里的 一花一草一石 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自从第一位大人 来了之后 他就把你蛙石疯了 接着 几位大人相继失踪 而最恐怖的就是 去采石的壮丁 全都不见了 司马大人 知道他们怎么失踪的吗 当时你在不在场 我记得第一次 跟他们进石林采石 没有多久 大人就吩咐我下山办事 当我走了几步一转身 就发现他们全都不见了 后来朝廷派了很多官兵 把石林内外都搜过了 可是也不见他们的踪影 真的一转身就不见了 这么奇怪 是啊 听村民说 说他们对女娃石不敬 所以 女娃娘娘显灵了 有这种事 这次冯大人来了 我千叮万主 叫她拜拜女娃石 可是她怎么都不肯 我很担心哪 其实女娃只是 民间杜撰的传说 司马兄 你太多心了 是这样最好 希望这次可以顺顺利利 快点完成任务 以后 就不用回来 天石村这个鬼地方了 请 刚才那条路不好走 要不是司法大人带路 我看一定会迷路 是啊 我也是来了很多次 才认得路的 人呢 难道这么快踩完石 工具都在这儿 要是踩完石的话 一定会收拾好的 看来 他们走得很匆忙 难道 相公 怎么样 怎么样 有没有找到他们的 找不到 相公 你在哪里 你别扔下我 老爷 一定是女娃娘的 惩罚我们 我们大虾和小虾 已经受到惩罚了 我们以后不敢来采石了 老天爷 求求你放过我们家老爷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没有天理 还要我们来采石 没天理 娘 娘 快来到我们试了 娘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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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好快 一定是女娃娘的血泥 我们快过去看看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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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是邦大人 邦大人在石头里面 是女娃娘的血泥 好 好 好 邦大人 不可能啊 这儿好明啊 如若你走到尽头 动恨自在一生左右 为何会放下所有 无悔今后 风雨中 背门里切失控 当日我争负出 也尽我好 飘泊中 背负了有多重 静女去 才看得 我从相信 为何曾命中可感到 秒无赤道 为何曾不止可得到 涅片风波 噢